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,现在! 龚俊大学毕业照曝光,人群中突出的就是龚俊! 看到没,龚俊在大学时期就很帅气了,总之在人群中就是很突出的那个人就是龚俊了! 素颜带妆都一样好看,请不要怀疑你的审美! 龚俊大帅哥来帮你洗洗眼睛吧! 大学时期的龚俊和现在相差不了多少,只是那时候的龚俊看起来更年轻更青涩! 满脸的胶原蛋白,对着镜头摆拍剪刀手,就这个颜值,走在大街上也是回头率超高的那种长相! 龚俊不到帅气,长得还很高,身材比例非常好,学生时期的穿着也很时尚! 最主要的是,身材好,人长得帅气,穿什么都好看! 网友看到这样青涩且帅气的龚俊后,说到SRDS给孩子留条底裤吧! 不过咱们家俊俊真是一直都这么好看,胡过穷过但是从来没有丑过! 也有网友说到颜值高在人群中就很突出,真是个帅小伙,他在大学的时候!真的好阳光啊! 还有网友说到想起一句话,龚俊胡过,但是没有丑过! 一个人默默帅了好多年,更是有网友说到龚俊人见人爱,鸟见鸟呆! 风靡万千少女,刺激帅哥市场! 就像网友说的,龚俊胡过,也穷过,但唯一不变的,就是从来没有丑过! 一路帅气走来,看看他在大学时期的照片就能看出来,很青涩! 但也是那个年纪该有的帅气,现在的他,依旧很帅气,偏偏公子模样! 终极目标就是使劲的赚钱,努力的赚钱! 众所周知,龚俊是毕业于东华大学,2015年出道,虽然说出道6年以来。 并没有大红大紫,但他依旧努力演好每一部作品,虽然演技会有瑕疵。 但却从来都在努力进步,功夫不负有心人,2022年。 他因在武侠剧《山河令》中饰演温克航而被大众熟知,也因为这个角色。 他爆红了,成了当下炙手可热的演员之一,多年来的努力得到了收获。 龚俊在《山河令》剧中饰演的男主人龚温克航,相信大家对这个角色很喜欢。 他既是温润如玉且看似玩世不公的翩翩美公子。 同时又是心思深沉,天真而残忍的鬼谷谷主,这种多重性格的把握,很是考验演员演技。 这部,龚俊就是凭借这部剧中的温克航这一角色赢得了广泛关注和支持。 据悉,今年3月12日,龚俊参演的一部新作品诞生。 由龚俊领衔主演的浪漫悬疑剧《沉睡花园》开机,他在剧中饰演资深心理咨询师林申。 看来在不久的将来,粉丝们又能看到龚俊的新作了,还是很期待的。 不知道你看了学生时期的龚俊,有没有被那个时期的他帅到呢?